第十四周星期二 哑巴魔鬼 公读圣马窦福音第九章三十二到三十八节 他们出去后 看 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父母的哑巴 魔鬼一杯赶出去 哑巴就说出话来 群众惊奇说 在伊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但法利塞人们却说 他是仗来魔王驱魔 耶稣周忧各城各村 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 宣讲天国的福音 治好一切疾病一切栽殃 他一建造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想没有牧人的养 于是对自己的门徒说 庄稼多 工人却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 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 大家好 在各地服务时 常常有一个问题 从外卧的宣讲工作 就是交谈的问题 表现呢 很多方面 首先呢 可能是由于忙碌 时间没有善用好 所以在宣讲前 由于缺乏预嘱的亲密交谈 导致我的宣讲题目 常有不断更换的现象 其次也可能是由于我的性格问题 不善于教友交谈 不过这方面我感谢主 他常常弥补我这方面的欠缺 比如在课间休息的时候 上课前 或者吃饭的时候啊 他总打发一些人 向我来传达人们的心声 大家的需求 虽然如此 不过我深深知道 我需要在与人交谈方面下功夫 当然不止是我 我也发现大部分 好多教会团体 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交谈问题 那真是放眼一看 犹如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 压力黑暗 忧伤冷漠 真如同堕路地狱一般 黑压压的东西聚在一起 是鸦雀无声 是歇斯底里 无论有声无声 都是不同类型的哑巴 于是就诞生我们要默想的第一个问题 福音为什么要将哑巴和魔鬼连在一起呢 首先呢 哑巴的世界 你细一看就如同魔鬼的世界 比如当我们用地狱来形容一个团体时 那是形容这个团体 就像一个哑巴团体 虽然人数多 但彼此之间没有话说 没有话说并不代表心里不说 心里在彼此底供 虽然在同一个饭桌上吃饭 只顾自己吃喝 吃完就走 就像饭店一样 虽然彼此间 你也来我也往 大师有路商场 大家的眼睛直盯着商品 眼中没有你我 你可能要问我 这怎么能像地狱呢 问得好 问题的重点是 不是在于说不说话 而是该不该说 如果是一个人 那说不说无所谓 反正也没人听 但是如果是家庭呢 是夫妻呢 那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夫妻之间长久没话说 那就像地狱一样 该说的不说 不就是可怕的哑巴吗 如果是在商场 人们再多 不说话也无所谓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修会团体呢 是在一个慈善机构 或者在一个公司呢 要是大家都无话可说 那就是地狱的冷漠 其实有时候啊 不说话比吵架都可怕 因为吵架 其实也是一种沟通方式 表达我们不满的情绪了 不同的意见了 但是不说话 却是一种冷暴力 冷暴力 是家庭最常见的残酷行为 我们知道天主是说话的天主 三位一体的天主 日夜不停的彼此交谈 我们人是天主的肖像 从某种意义上看 人天生就是为交谈而受造的 交谈是爱情的象征 任何友谊都是从交谈开始的 相反的 哑巴代表死亡 无信 封闭 冷漠和忧伤 有时候 哑巴比仇恨都怕 仇恨的眼中还有人 而哑巴的眼中 代表着无人 目中无人 在灵性的疾病中 哑巴是非常难以根治的一个疾病 面对一个不说话的灵魂 再好的一生都束手无策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福音把哑巴与魔鬼连在一起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 法利塞人对耶稣的攻击 是不是另外一种哑巴呢 他说耶稣是靠 贝勒则不取末 答案是肯定的 哑巴一方面代表不说话 很冷漠 另一方面也代表说话 但是是攻击性的话 其实各种类型的攻击诽谤 妄争造谣 谎言 都是丧失了交谈能力的哑巴 我们前面说过 哑巴代表人与人之间没有沟通 没有信任 没有诚意的表现 所以法利塞人的攻击也是哑巴的一种 那么法利塞人为什么要攻击耶稣呢 我觉得两个词 嫉妒和仇恨 其实是一体的 根据圣马尔谷福音记载 我们知道法利塞人攻击耶稣的根 是因为嫉妒 这一点就连比拉多都看出来了 嫉妒生出仇恨来 他们要把耶稣置于死地 有一位教友对我说 神父 我的嫉妒可以改 但是如果是别人嫉妒 我 我怎么办 我的回答我想是 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 是忍耐和宽恕 将他们交给天主 我觉得其他的方法 没有这个方法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一个人由于嫉妒来反对你 你再怎么解释也不管用 还有 嫉妒我们的人往往甚至都是我们的近人 亲人朋友 所以忍耐才是最好的方法 有的时候你辩论 吵架 起不了好结果 只能破坏 因此 嫉妒者所提的问题是次要的 问题背后的根重要的 并且这个重点 又不便说出来 你能说人家嫉妒吗 不容易说出来 就是你说 谁承认自己是一个嫉妒心胸狭窄的人呢 大肆都不会承认 假如承认了 那这问题自然就应认而解了 因此只有忍耐 就像梅瑟一样 嫉妒她的是她的亲哥哥亲姐姐 你说梅瑟该怎么办 在出谷记里面 能解释通吗 不容易 在这些情况下 忍耐才是上策 求天主感动 变化他们的心 这才是重要的 另外我们也知道 有些事情 如果我们说明了 就回不了头了 就是将来 知道是出于嫉妒 人家也要找一个 光面堂皇的理由 嫉妒到死的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嫉妒者 都是死要面子 自尊心很强的人 他们自己认错可以 绝不能是因为 他人提醒而悔改 所以对于嫉妒的人 要给他们留有 足够的悔悟悔改的时间 当然在福音中也记载 主耶稣与哪些 嫉妒他的人辩论过 以言论把他们辩倒 不过我觉得 这要看嫉妒者是谁 如果是恶意的嫉妒者 那个我们给他们辩论 有的时候可能能把他变倒 但是如果是由于一个人 软弱的嫉妒而来的 那就要忍耐了 而事实上 耶稣所用的方法是忍耐 也是悄然离开 耶稣对哪些嫉妒他的通乡 就是无奈伤感的离开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是耶稣离开了 那些攻击他的法利塞人 就周游各地传教 这个行动有什么意义 首先呢 耶稣教导我们 不要讲不必要的经历 浪费在那些心怀恶意 故意找我们麻烦的人身上 上一周啊 何一神父对我说 他说神父 在网络上有些人呢 问你的问题 你不要回答 那些是浪费你的时间 我觉得他的话 有一定的道理 对于那些无心追求真理的人 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因为在这些人身上 没有交谈 只有乱砍 最后往往生一肚子气 白搭时间和精神 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离开 即离开那些毫无意义的 聊天和辩论的场合 在这方面 保禄宗徒 也曾经祝福过年轻的迪茂德 他说 你训领某些人不要讲异端道理 也不要探求无忌的传说 和无穷俊的族谱 因为这些是指挥机器争辩 对于天路所立的 基信的救世计划毫无欲处 另外 对于那凡俗和老妇的无忌传说 勿要躲避 没有用的一个词 一个句子 一个豆号 一个标点 争什么来 其次 紧接上面的问题是 主耶稣在挑战我们 挑战有些人 就是他们攻击他人方面 惊艳老道 诽谤妄证 判断方面 口若玄和 但是这种人呢 一提到传福音 就变成哑巴 讲道理变成哑巴 虽然不说话 但是各方面的理由 他们却撑千上万 眼珠子嘀咕噜乱转 显出他们的世俗精明 他们那灵活纯属的人心技巧 显出他们的诡诈原话 这也难怪他们不能成为福音的宣讲者 为什么 太精明了 太要面子 他们的面子比天都大 他们的自能心更是一出就破 绝不容许被刺激 而川福音恰恰是一件厚脸皮的事 所以这些人当然是掏之遥遥 其实他们的口才很好 那也只是在舞台上 在万物一失的情况下才用上 在攻击他人 拉帮解派 嘲笑他别人时 他们总是带头大哥 因为他们所攻击的人 大部分都如同耶稣一样 都是些深耽硬之 毫无反击之力的人 所以他们的口才是一套一套 拍笔句子一列一列 就像说笑声一样 总能引起哄堂大笑 他们的口才 但是却起不到任何建树作用 都是破坏打击和分裂 其三呢 我想耶稣这个离开 也是针对我们天主教徒而言的 在福传方面 我觉得如果用哑巴 来形容我们天主教徒不为过 的确 咱们天主教的教友很多个 如眼睛朗朗伤口 几个小时都不累 但是如果是向外人介绍自己的信账 马上就紧若寒蝉 哑口无言 一副谦卑楚楚 可怜巴巴的样子 咱们不要说平信徒 就我们神父们 又何尝不负一副哑巴驴像呢 如果用今天的福音 来形容天主教会 就好像一个哑巴魔鬼 附在我们身上 魔鬼用一双胆怯害羞 自卑虚荣的魔爪 将我们的嘴紧紧的封住 于是我们害怕别人 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害怕被人小看嘲笑 我们讲凡是能够暴露 我们是基督徒的标志 都藏得厌厌实实的 唯恐不小心曝光 有一天有一个教友 毫不客气的对我说 他说神父 你看咱们天主教 还有什么希望 中国除了邯郸外 哪里还有传福音的人 他的话的确有点过分 但是也的确是在 给我们当头棒喝 虽然难听 但是也说中了我们的痛处 那么怎么办 第四 祈求耶稣 医治我们的哑巴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位心急火燎的教友 就在于此他的问题 当人变成哑巴时 不是我们着急打骂 就能使他们张开口的 求耶稣 当教会里没有浮传的工人的时候 不是你喊喊教教就管用的 祈祷刻苦悔改守宅 因为是罪过封闭了教会的浮传之口 我想这是我们天主教徒的问题 当我们痛马教会不浮传时 首先要弄清楚 打开口浮传的 不是人 是天主圣神 基督教人能传教 也是来自圣神 所以我们想 千为教会祈祷 求圣神派遣工人来浮传 求天主圣神 医治我们天主教会的聋牙 另外这个聋牙有的时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 是我们整个教会需要悔改的 只有耶稣才能医治 所以就让我们怀着这心机的心情 向主耶稣祈祷 求耶稣医治我们 主耶稣 求你快快医治我们的哑巴顽疾 求你从我们心中驱逐那些 使我们遍雅的根由 骄傲虚荣 胆怯嫉妒自尊心 求你使我们成为你福与世界交谈的功绩 你是天主 永生永往 阿们